二也是在所有的地球 因為我在詞機身上沒有去面對樹洋 すばらく蕭蕭的地球 橋這個空間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 就是有點像是把這個空間的一個 細微的一個狀態去放大體現出來的一個空間環境 然後它其實蠻鐵盒的 就是我在城市中包括求學 包括工作 包括旅行 或是更以前就是要在东部和中部 有平凡来往的一个状态下 我的一个身体感受经验 这时候的身体经验其实是一个 在桥上高速移动的状态 然后会觉得说 这个空间好像是为了要克服某个环境 或是某个时代的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它产生出来的一个形象 那这个形象它后来慢慢在我的想法中 它不再只是一个桥梁的那个意思 它其实是一个支架概念 就是移植的概念 好像是要去支撑某个发展的一个行动轨迹 而诞生出来的一个支架形象的一个形体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 在这个高速发展底下 它底下会不会就是 有什么样的事情它是被埋目被隐藏 或是它没办法被阅读到的事情 这一次最新的计划是走一个桥梁的印子 就是在它飞行体之下的那个空间状态 然后我想要去透过这个行动 也就是身体的徒步的一个穿越的行动去 去拆解说它这个形象的拆解 它拆解到最后会是什么 消除的过程中让它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通过很简单的身体型的参与 行走 行走它不存在的空间 行走它形成了一个 会像绘画中的电线面 那个简单的处始状态 会不会让它回到一个起点的状态 然后会不会把它 像是茶室一样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桥梁一个进步 或是一个不断发展 扩展到另外地区的一个 所谓自家形象 把它的拆解 要拆解到它的重点形象 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很有趣 很辨认的状态 会关注于这些城域 其实蛮跟我就是在 在城市中 或是在地区的传说之中 有一种就是 这些景观会带给我一种 某种阶段性的改变的 那个那些感觉 那时候它比较是从 一个有距离的房子去观看 然后就很好奇说 那如果接近它的话 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 接近它观看这一些 当住在远方令我好奇的事情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更围框 我是更细微 没办法察觉到的一个感受经验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接近它们 就是透过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行动去接近 然后最特别的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这些空间 其实它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 它有一种 它不是处于一个停止的状态 它是一直在变迁的状态 就是它会有一种 它有一种过渡性的特质 然后就在想这种五行的过渡性 它可以怎么去被阅读 可以怎么透过 我对于空间 还有对材质或很急的一个敏感性 去做一个去做一个回忆 剩余它累积的状态 剩余它累积的状态 其实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我发现其实 剩余它是一个动态下产生的结果 它其实也很像 一般在除以绘画的思考 就是行动和后面那些 成绩它们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所以就把这个很微观的状态 去扩展出来 变成就是 将尺度变成一个 城市边界的那个特殊空间的种状态 就是在高速 在可能就是高速发展的状态下 那底下一些剩余它们的景观 或是什么样子 那那个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扩大版的一个 绘画的一个状态的观看